美联储今天上午宣布加息25个基点 达到2001年以来最高的水平 继续的对抗通货膨胀 并且暗示随后可能会进一步的加息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.25%至5.5% 希望通过提高利率来提高借贷和投资成本 从而减少需求 尽管CPI连续12个月下降 是两年多以来通货膨胀率的最低水平 但对于美联储来说仍然太高 在随后的记者发布会上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希望看到通胀率降至2%左右 同时暗示9月或11月可能会再次加息 目前失业率为3.6% 仍处于历史低位 美联储认为政策方面可以减缓经济增长 以降低通胀 从而不会导致人们集体失业 借贷方面 6月份新车购买贷款平均利率 已经跃升至7.2% 为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高于去年同期的5.2% 数据显示 二手车贷款利率从8.3% 跃升至11% 数据显示 有17.1%的消费者 每月需要支付 1000美元以上的车辆贷款 创历史新高 房屋抵押贷款方面 业内人士预期基准利率的提升 暂时不会影响到 已经在高位的抵押贷款利率 因此住房贷款成本短期内 可能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其他因素 例如住房需求和经济前景 也会影响抵押贷款利率 信用卡欠款利率方面 由于信用卡利率很大程度上 与联邦基金利率挂钩 随着最优惠利率 已升至8.25% 信用卡的平均利率 从2022年2月的14.6% 升至上周的24.2% 目前美国人平均卡债 6965美元 在每月上涨55美元以后 利息费用将被推高到140美元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